为了提高65岁以上 长者对于肺炎炼球菌的免疫保护 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11月27号 特别开放了第二阶段的 肺炎炼球菌疫苗的接种活动 接种的对象为65岁以上 而且从未接种过肺炎炼球菌疫苗的长者 华林县长徐甄卫 特别在开打的第一天 率领县府团队呼吁 只要符合条件的长者 要尽快的施打肺炎炼球菌的疫苗 尽早获得双倍的保护力 13架先打 隔一年后如果有机会 可以再打一个23架 这样子你细菌肺炎的部分就比较完整 好那今天打完针 用后水多休息 如果还没打流感 没有打新冠 想打的都可以再找机会来打 现在学会表示 过期只有幼儿 以及71岁以上长辈可以接种 公费肺炎炼球菌疫苗 区民众只能够自费 从今年度10月2号开始 扩大65岁以上民众 也可以公费接种一剂13架 结合肺炎炼球菌疫苗 以及间隔一年之后 再接种一剂23架 肺炎炼球菌 多糖体疫苗 这次不仅扩大受益接种族群 也提供长者更完整的免疫保护力 发挥保护长者健康最大的效益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你肺炎炼球菌去打了没有 如果还没有打可以透过 我们各13乡镇的卫生所 还有诊所以及合作的医疗单位 卫生局帮大家准备了全线可以施打 这个肺炎炎炼球菌的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 让大家更方便可以走路就可以去了 要带什么 健保卡 记得要带什么 健保 五小兔要带什么 健保 好谢谢大家 欢迎新卫生局表示 所顾掌握健康从疫苗开始 接种疫苗是疫苗最终的一环 今年9月25号新冠肺炎疫苗 以及10月2号开打的流感疫苗 肺炎内全线疫苗 每一种疫苗都是长肺的保护伞 再次会符合条件 尚未施打家人 疫苗这种相关资讯 可以到欢迎新卫生局网站 或是公告区查询 或是拨打欢迎新卫生局疫苗专线 03823-7905洽询 记得就位黄色伯导